就在今天下午4点10分 日本的石川县是发生了瑞士规模7.6的大地震 那么日本当地也是立刻发布了海啸警报 那很刚好是因为今天正值是元旦连续假期 其实有很多的台湾人是趁着这几天的廉价到日本游玩 那么也正巧碰上了这一场大地震 所以其实从旅客提供的画面可以看到 各地的震度都非常大 包含现在画面中这个车站的 这个是事发地震的当下 这个车站的很多的牌子都是剧烈的摇晃的 那么现在其实就有正在日本出台的台湾人 就跟我们表示了 其实地震发生当下 他们正在搭乘的是新干线 但因为车速比较快 所以当时对于地震的感受并不是那么强烈的 只是地震发生的那一刻 其实全车旅客的手机警报是大声的响起 所以一度在车厢也引发了旅客的小小的恐慌 那么随后这些旅客也是通通下车 现在只能在这个新干线的车站来等候 因为据了解 现在日本新干线是宣布暂停停止的一个状态 那么据当地民众也表示 现在看起来最快要等两个小时后才有机会通车 所以原本他们安排后续的相关行程 现在也因此都被delay延后了 而从目前画面上也可以看到 其实在新干线的车站到处都是满满的旅客 很多人都是这个大包小包拿着行李 暂时在原地来等待要等待这个新干线 重新宣布罚车的一个时间 那么也由于稍早因为地震的规模是相当大 所以其实在车站里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旅客 他还是一脸惊魂未定的状态 尤其这个日本当地 现在目前还都持续有发生余震 所以新干线何时会宣布复始 现在看起来还是未知数的 那么其实刚刚另外也看到了 在日本这边又停车场的一个画面流出 地震当下其实在这停车场里面 原本停放的车辆也是剧烈晃动 包含了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很多房子 也是因为这个地震 疑似有发生倒塌的一个情况 那么其实这个画面看了是非常的胆战心惊的 那么根据我们目前最新的了解 国内其实有不少的旅游团正在当地 像是这个燦仙旅游 他们稍早的时候就发出了紧急通知 说因为地震海啸的这个缘故 所以他们配合了台湾虎航 因为当地机场现在要紧急的应变 所以搬机是暂时无法起飞的 那么目前燦仙就统计了 他们有四团在日本是受到影响的 其中今天有出发的两团 现在是原机折返回台湾 是没有困在当地 那么另外有两团呢 现在会是先滞留在当地 先来找这个住宿 再来安排后续的一些行程 不过燦仙这边是强调呢 目前旅客是全员平安的 那么他们也说 其实虎航有跟他们讲了 在今天晚上九点的时候会公告 是不是会增加明天的班机 来载这些原本今天 要出发到日本旅游的游客 不过他们的行程也受到了影响 因为原定五天的行程 现在呢 如果明天可以顺利出发的话 就会缩减为四天 那么至于在东南旅游这边呢 则是表示他们有四团 现在是在北陆中部地区 有三团是在明谷屋 那么有一团呢 是从今天在这个金泽离开 预计要前往长野县 那目前这些团员全数都平安 行程也会顺利的进行 至于熊市旅行社也表示 目前他们是有八团在日本的 不过呢 一切都是平安 那么在航空方面呢 其实台湾虎航也说了 现阶段呢 他们要配合当地的一个指引 来进行航班的调整 因为传出呢 现在当地的机场呢 是全面暂停起飞的 所以在台湾虎航这边呢 今天原本有两架的班次呢 也头痛受到了影响 一共影响了三百多名旅客的行程 那么至于长荣航空则是表示 因为现在的航线呢 目前他们是没有飞往 这个日本正央附近的地区 所以在长荣航空这边 暂时是没有影响的 那么以上是目前 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形 再把时间交换主播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